知心隱腸 中西合璧 暖入心 这个广告相信大家都看过 通常腊肠都会用来放在饭面蒸 又或者用来炒菜 今次不如搞些新意识 做个知心隱腸薯波啦 腊肥给人的感觉都是很油理 通常适合写着一些比较传统的菜式 但今次的知心隱腸薯波就比较新鲜 没那么油理和也比较健康 大家都跟我一起来试一下啦 首先将隱腸切粒 将已经煮熟的薯仔去皮 切粒之后用匙羹压成蓉 再加淡忌廉 盐和三文鱼松拌匀 接着用大概一汤匙薯蓉的份量 放在掌心压平 再加入允肠粒和枝子 之后再将它们拆成圆形 再放入映月热200度焗炉 烤它15分钟 就搞定啦 嗯 保佑 最后是被穿白了